什麼還沒有畫?我剛剛檢查一下,一樓的部分很多地方沒有畫 排水溝 這一個,還有這一個 排水溝,其實我們就給他畫 這個10公分,這20,這10公分,畫40公分就可以了 所以,深度畫多少 也沒有講多深,我們就給他畫一個50公分好不好 50公分的深度就可以了 那一般來講,大概都50公分的深度就很深了 如果這個是,因為外面是光控排水溝 我們畫一個4億以下,他並沒有說多少尺寸 那我們也不太好,這個裡面20,10 所以這40,你倒過來看,大概這個也是50公分左右,底下10公分 所以,來,我們第一個畫排水溝 那排水溝放在什麼層呢? 他沒有講,你也不要畫到剖面層,他不需要畫到這麼深的尺寸 我們一樣,給他放到哪裡? 阿了就好 阿了,阿了的時候 這個排水溝在我們地界線過來,可能10公分 那一樣 照理講也可以 坐在排水溝進界 那他這個看起來是進來一點點 我是順著他的意思化 那10公分 那這個方式你就可以自己估的算 好 然後這個排水溝的話,從地界線往下做 所以我們在畫的時候,麻煩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了齁,我們給他畫50乘50,還50乘40都可以 好,你就畫一個 這個應該是60,好吧,60乘40好了 好,把他炸開 這個是在 project order好了 通通在order好了 然後 炸開之後 好 offset 10公分 這樣就切出來了齁,那水溝就做出來了 然後上面這邊如果你還要再做一個 盲勾就上面有個蓋子 齁,那你就再畫一個10公分下來 有的做8公分而已啦 好,那盲勾大概怎麼處理呢 好,我們TR 好,我們TR 盲勾的地方他會切這樣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有時候是8公分 他細一點是做這樣下來 好,那我們一般來看的話 其實我這個盲勾不然沒有畫 沒有畫 沒有畫 這水都沒有畫 好,沒有關係 那盲勾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邊如果你要切的話 我會從這邊切一半 這一塊這樣做 怎麼做呢 好 其實這不需要畫那麼細 其實不需要畫那麼細 M2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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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3P M4P M4P M3P 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是 TR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我就一样移到 Aller 城 那这个做起来就是 为什么水溝点要做圆呢 它能不能流动 那有时候还会再加一个半圆 什么意思呢 水溝会有坡度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会这样做 再做一道 所以水溝应该你会看到的是 有的时候画这样 这意思是说 这水溝是有坡度下来的 这样知道吗 好 那底下也是有一个State 就这样 那这State 你看一样用 Aller 就 Aller 没关系 State叫垫底 泡泥土的垫 这就完成一个排水溝 好 那公共排水溝可能是50公分 各位还记得我们的一个图面吗 好 我们图面上来看的话 在一楼平面图来看的话 一楼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就是一楼 你看这排水溝 那是我们画多少 我忘了 它有连一段距离 有没有 这可能勾底10公分 OK 好 然后 公共排水溝我们好像是画40公分 大一点点 好 那你知道这样概念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的话 你看那排水溝我们就留10公分 如果不够 再过来也没有关系 好 我们就 CO 就这一个 放下来就可以了 在GL以下 好 那这边的话你要画建筑线外面 也是留10公分吗 也可以 好 那这个画起来 一般公共排水溝里面的就是你的进阶线 建筑线 好 不会 不会盖到你家里面来 好 它留这样就比较 那个一般都在贴了建筑线的外面 一般 好不好 那它这个照它的图面上是这样 你就照这样吧 这个大概是给它20 10公分 或15 那没关系 我们照它的图面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以后的话是怎么样 你不要说抄这样做 然后以后怎么样 那你要懂 你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 不是只有抄 你要懂它的意思是什么 好 然后这个可以延长一点点 好 那我们公共排水溝 我们就给它画下去 好 那就 从这边移过来 如果你要大一点点 各位 这是画40的 对不对 画40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大一点点 还是用Stretch 我做一次给你看 Stretch 从这边 再拉10公分 哎呦 歪了 对不起 Stretch 你就可以把这个水沟 拉成50公分宽的 会了吗 会了齁 好 我这边不动它齁 好 我就直接搬过去了 好 这样各位大概懂了吗 好 水沟就在这里 好 那在水沟之外 各位在看到这张图 还有什么 水沟丸呢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棚架 你看它外面嘛 这样画完 明显比较大 你就画大一点就好了 然后 这边有一个 这一个东西 80 125公分 所以呢 好 那这个我们也用R的来画就好 所以呢 你看 这个是离地5公分 这个是不是5公分 我们看看 5公分太好了 然后 80 120 边边过来 80 这边线通通已经做完了 超高 80 那就Obset80吧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 没关系啦 Obset80 120 120 好 那我们就直接 哈 我为什么都习惯把它弄成这个线 万一我不小心没有删掉 它就不会影响我出去 好 那这我用PL直接画 你要用Project还是R 了 嗯 Project好了 好 那就PL 从这个边边 过来 它是不是84 我可以剪它80 对 对 然后到这边 到这边 这就完成了 这一道 然后这一个从这边上来是370 110 所以370的话 我们从这条线上面 Obset370 170 好 在这里 在这里 那从这个边边下来是110 它还有一个10公分 那这个一样也是画圆弧的样子 好 那我们就从这条线的边 画下来110 那这深度多少 有没有 不知道 都没有讲 对不对 那多深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要看哪一个 教各位看06 06的话 这边就告诉你了 这一个的深度 从柱边120 这边从下来是110 10公分 110 所以深是120 从柱边120 所以从柱边120的话 各位就知道柱边边120 我们刚刚这边多少 80 再移过去40公分 没有 小老鼠 0 对不起 负40 斗点0 移错了 木 这一点 小老鼠 X1-40 Y0.0 就对了 那这就是120 120 120之后往上11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120的话 从哪里110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指寸就是370 370的话 我们检查哪一个370 370从地面370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这个在这里 所以这个矩形就是110 110 所以我们再画一个矩形 这个到这里 小老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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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会看到 然后再把这个圆形的线切过来 会不会 再画一个圆 以这为圆形 这为半径画一个圆 再做array 把它做出这些线段 OK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我这边的地方没有画到 麻烦这边把它补上来 一样的方式 上面补完以后用复制的 OK吗 这样的做法 麻烦同学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把它做完 还有一个 这个我把它讲完 这个的话 到底要画多少 这个区域由你来定 那我把它一样 有两块要做 两块 这边一块 这边还有一块 好 我就做一块 另外一块 各位来做 好 一样移到h层 很快 不会稍安误照 然后 打入h 麻烦你找到一个叫做earth 打一个e e-a-r-t-h 确定 45度 点边界给他 我们就这一块 这个大小OK 好 按下enter 确定 就好了 会吗 好吧 耽误各位时间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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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